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他的身影不是背影就是侧脸 要不然这是刚好被节目测标挡到 几乎完全看不到他完整的脸蛋 买菜桥段 黄志烈在蓝队里面 匕首画脚的游戏根本没有他的画面 真的剪不掉的就被马赛克处理 让粉丝不仅怀疑难道之前谣传 大陆将在9月1号实施禁韩令 真的要实施了吗 虽然酿起风波 但制作单位仍旧不回应 之前限于令要实行前 湖南卫视主持天天向上节目的 欧帝欧汉申还被观众发现 他的镜头几乎全部被剪光 甚至少数漏脸的画面 竟然也被打上马赛克 虽然当时只是传出可能限制港台艺人 不准上卫视娱乐节目 不过最后也成真了 现在禁韩令发酵 就算黄志烈在大陆翻红 也签约给大陆经纪公司 同样成为法令的剑靶 但也有另外说法 是黄志烈跟电视台有纠纷 才会把他的画面剪光光 不过真相如何 也得等制作单位出面说清楚 TVBS新闻 专片王林指挥综合报道 好 那么自从美韩两国7月宣布 在南韩部署站区高空防卫系统之后 北京不满 所以他们就喊出了 说国家面前没有偶像 那大家要问 为什么黄志烈会被开第一枪 因为他是最红的韩星之一 他出道了10年 本来在韩国曾经没有很理想 不过他有低沉的烟嗓子 外形好 武技又精湛 所以把握住在大陆比赛的机会 就冲到了巅峰 现在大概整个重心都在大陆了 商演加码就传出一场 100万人民币 那么按照他目前公布的一些计划来看 他的确在大陆 真是形成满满满的 有没有寒蝉效应呢 8月19号他还要录新节目的首期嘉宾 9月在央视在安徽卫视都有节目要录制 10月份呢 还预计会有新的演唱会 8月26就会办一场演唱会 也是中文为主的 那会不会受到影响 目前看来演唱会似乎没有被冲击到 本来粉丝觉得说 他这么努力学中文应该会不会认同吧 他推的单曲就是中文歌啊 最远的距离一首5块钱人民币 销量已经超过了30万张 等于他没有发唱片 可是光靠在网路上 大家买就有750万人民币进账 真是非常惊人 在一起 却不去我是你 是向最远的距离 是你我的福利 想安逆白天要望着叹息 好 今天呢 黄志烈唱中文歌 当然也可以感觉得出来 他中文应该已经练得很不错了吧 毕竟也要办这种 比较多比重是中文的演唱会 那么曾经有韩国节目 就跟拍黄志烈就拍到了 他的房间墙上呢 真的贴了很多的A4纸 那上面密密码码写的都是拼音背中文 然后用这种土法练钢的方式 他大概也都听得懂 然后可以用讲的可以用唱的 拉近跟华人粉丝的距离 所以现在如果你看 大陆的各项韩星人气排行榜 黄志烈都是名列前茅的 我们看到这个明星势力榜呢 他仅次于EXO的一个成员 还有BIG BANG的队长GD 那即使他没有来过台湾 不过脸书 黄志烈台湾粉丝页的支持者 就有2万人以上 另一首中文新歌跟台湾 也很有渊源 他的制作人 作曲 作词 甚至乐手 都是台湾人 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 拥抱彼此的天空 谢谢我们的黄金正常 你的最好是消防 朋友 你和我 要 together去期待 像一个梦 好 其实这些韩星在大陆的人气 是会影响到他们在本国市场的 怎么说呢 我们以这一本专刊为例 黄志烈因为在大陆红 所以就有消费力 就红到韩国去了 成为乐天免税的代言人 这是一个指标 以他为封面的这个宣传册子 在当地真的都抢到缺货 那么两个月前 乐天还帮他办了见面会 那时候就看到了台湾大陆 韩国粉丝都组团去 每个人算一算 大概要花好几万块钱 那么因此八月底 他也要办这个中文的演唱会 我们刚刚听到 要唱中文歌 要唱韩文歌 他的票价是人民币 四百八到一千六百八十块 但您相信吗 现在在网络上传出 黄牛票私下已经喊到了 九千块钱人民币 你都会看到 在会场外面好多的这种 应援的活动 都可以证明他人气的火候 所以这一次呢 就有粉丝为他抱不平 打电话去电视台抗议去 这个网络上留言 可是节目大概 还是做了这样的 马赛克处理了 因为达尔网友认为说 限韩令是应该要挺的 应该国家至上 好我们再来看 另外有个艺人 是韩国艺人 他也受到民族情节影响了 被韩国民众炮轰 这是少女时代的Tiffany 为什么呢 因为他踩到了 日韩之间的红线 前进日本东京 南韩女团少女时代 参加SMTOWN家族演唱会 团员中的Tiffany 还找空档写评 上传战利品奏 在IG上传和团员秀音 和余力的合照 不过就是后面 这个日本国旗贴图和爱情 触动韩国网友敏感神经 因为8月15号这天是韩国光复节 纪念二次大战 对日抗战胜利 但Tiffany放上日本国旗贴图 另一张照片还写下 TOKYO JAPAN 惹来网友不满 认为Tiffany不爱国 算不少人认为Tiffany出生在美国 但她在韩国发展多年 不可能不知道韩日关系 事后Tiffany也删除照片 把国旗图案移除 更亲笔写了公开道歉信 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 只希望能平息韩国网友的怒火 好 可是现在台湾也很不平了 说台湾爱山寨日本吗 日本富士电视台 节目派记者来台搜查 台湾化的古怪日本 他们举出了美食 观光地 还有超市 招牌 说是四大山寨要点 结果彰化知名特色兵俄兵 老板被挑中访问 他本来觉得是介绍特色啊 就受访 可是播出来之后 怎么好像把他们变哨饼一样 就说你们都故意的讲一些日文 来吸引日本的观光客 可是明明外面的那张日文海报 也是制作单位自己来贴的 老板非常的愤怒 他去抗议说自己被骗 现在制作单位要道歉 日本节目带着观众到彰化王宫 看到一间店门口 看到一间冰店 贴着一张日文的海报 画面上马上做出 夸张的节目效果 放在乳液的香味上 放在乳液的香味上 老板端出一碗冰 一讲出这碗冰的名字 节目画面上呈现出来的字幕 马上让主持人笑得东倒西歪 看完节目才发现 原来制作单位 到台湾找寻乱用日文字 或取血印的店家 跟产品变成节目笑梗 让接受采访的彰化鹅阿兵 很受伤 最后拍摄下来 结果变成是一个 以笑柄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很受伤 越想越生气 被贴在门口的这张海报 也不是店家自己写的 是制作单位为了效果 自己贴上去的 而海报上面的日文字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拆开看 前面两个日文字 是牡蛎的意思 最后一个像中文字 水的字 是指日文的冰 但三个字合起来 并不是牡蛎兵 而是日文鲍兵的意思 只是念法一样 一指店家乱用谐音 当噱头吸引客人 老板还说 节目制作单位 当初跟他接洽的时候 是以介绍特色美食为主 才请他们上电视 但播出的内容 却让他的店变成笑柄 事后制作单位也发道歉声明 表示是要介绍台湾被弄错的日语招牌 绝对没有要否定店家 但是老板觉得被欺骗 不愿接受 我说真的 要不要道歉是要看 所有台湾人民愿不愿意接受 以及其他受访的店家 日本节目也做了 其他台湾店家爱用日文 但在日本人看起来 却很好笑的内容 老板也说 简直是破坏 台湾跟日本人的关系 TVBS新闻城市中 罗一新章话报道 好 觉得台湾的店家们觉得被骗了 其实日本节目 也蛮爱来台湾取景的 一方面地利之便 而方面日本人喜欢来旅游 也觉得台湾东西真的好吃也好玩 所以看到了这样的播出内容 其实有些日本的观众 也觉得伤害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很不以为然 在台湾发展的日本艺人麻衣带着 不会讲中文的甜村唇 来到台湾知名的宁夏夜市 要来吃蚵仔煎 好吃吗 好吃 大口吃下 表现出美味感受 另外像是市林夜市 当然也不能错过 棺材版 但是棺材版 就是 麻衣介绍棺材版的由来 制作单位更拍摄棺材版的制作过程 从切吐司边到塞满馅料 拍摄程度超级仔细 好吃好玩绝对少不了 1 2 1 麻衣 麻衣 日本搞笑艺人大逛永康街 还喊口号 就连不是美食节目的恋爱巴士 也都来台拍摄 不只综艺节目喜欢来 现在就连日剧 你喜欢要点什么呢 这个鸡肉饼 台湾跟日本虽然没有邦交 但民间交流频繁 节目来台取景 不管是什么属性 都脱离不了美食跟美景 这回有节目刻意恶搞 破坏了彼此间的信任与默契 TVBS新闻 莊佩文林指挥综合报导 而韩国有个节目 战斗旅行 也是找了成员来到台湾 他们是自发性 不是观光局塞好的 自己要来报导 台湾有什么样好吃好玩的 蛮像时尚玩家的方式 是找了男团B2B当中的三个成员 跟另一组人PK 规划行程问路点餐 通通自己来 韩国偶像男团B2B的成员 韩国偶像男团B2B的成员 心裁炫植恩光 来到西门町 要来吃面线 还有观光客必去的士林夜市 著名地标101 也绝对不能错过 不只在台北还来到九份找日本动画片千语千询的场景 B2B7月底曾经神秘来台两天一夜拍摄的就是韩国节目战斗旅行 要和老男孩池上烈金钟铭比赛看谁最会玩 我去你 我去你 两人来到观光客比较少的外双溪钓虾场 体验钓虾乐趣 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桥段 这个味道比较好 很好很好 好吃 坐在饭店地板把所有台湾泡面都一起试吃 讲感想的确很另类 B2B每个人自备GoPro 没有庞大的外景节目团队 却把台湾拍得超级好玩 节目播出之后受到高度关注 朋友们最多看起来 也有趣 所以我去看起来 以往西门町都是日本和香港客居多 现在也多了许多韩国人 其实根据观光局统计 今年一到六月 韩国来台人数破四十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节目战斗旅行的拍摄 是自发性的来台取景 看得出来 台湾在韩国人眼中的确是观光胜地 这一次透过韩国明星的加持 更能行销台湾 TVB新闻 吴迪热林指挥台北报导 大陆明星王宝强控诉妻子 跟金正人外遇之后 他诉请离婚 但太太挨骂之后 他也要反告 王宝强侵犯名誉要公开道歉 不过现在关于王宝强 2013年出的那一场车祸 喘出了阴谋论 表情严肃 出现在北京朝阳法院 大陆男星王宝强 14号诉请离婚 微博PO文 直指老婆马荣和经纪人宋哲 有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 破坏家庭 不过就是对待话 让马荣被骂翻 现在换他反告王宝强 侵犯名誉 马荣认为王宝强宣布的离婚PO文 是对他造谣诽谤 要求王宝强删文 并且赔礼道歉 夸张的不止如此 外传 马荣早就偷偷转移 王宝强财产 大约6580万元台币 并带着儿女 飞往国外避风头 王宝强的公司 也被搬空 形同空壳公司 昔日NF7反目成仇 还扯出阴谋论 2013年王宝强生日 遇上死亡车祸 差点命丧 大货车轮下 当时妻子马荣 整整失联20个小时 甚至在王宝强车祸前 马荣PO文也耐人寻味 内容描述 每页女演员发生车祸 马荣转发却写 保险了吗 还有经纪人宋哲 也没在微博发表车祸后续 反而转发两篇狗狗的文章 也被认为别有含义 我这样的 有注定 我们俩要相爱 要在一起 王宝强离婚风波 远越烈 明星家务事闹上媒体版面 短时间内很难落幕 TVBS新闻 陈志宇申静阳 在里面奥运 就在篮球馆附近 负责空拍的 巨大的摄影机 竟然砸下来 砸伤了7个人 黑色物体从天而降 惊人的一幕都被拍下 靠近一看 竟然是大小相当于 小型摩托车的摄影机 这部巨型摄影机原本悬挂在篮球馆和柔道馆附近 负责场馆空拍 没想到却突然从将近20公尺的高空掉落 有人当场被摄影机砸中 有人是被揽线打到 痛得坐在地上鲜血直流 摄影机疑似因为过重不堪附和而掉下来 但当时风速可能也有影响 黎月奥运出了状况不断 田径赛事也受到大雨影响 包括男子撑杆跳决赛 女子铁饼资格赛等等 都被迫暂停 TVB的新闻 正好报道 而这次奥运出名的洪荒少女附容会 回到北京了 被粉丝给吓到了 副院会看到这么多粉丝 他真的有点吓到 虽然他也知道 现在已经变成网红了 但表情还是很惊呆 后面他一直强调说 有他的名队友宁泽涛 而教练最后看他这个情况 赶快把他拉出来 才帮助他脱困 这辆奥运场上最年长的选手 是乌兹别克级的体操健将 邱索维金娜 41岁 他说自己被叫阿嬷了 跳马完美落地 获得满堂彩 他是乌兹别克级的体操老将 邱索维金娜 今年以41岁的高龄 征战里约奥运 我认为这样 我认为我父母 这部分是真实的 但是 我们都同时 17岁 40岁 所以 我努力不认为这部分 我努力不认为这部分 从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开始至今 邱索维金娜 已经连续七届参加奥运 追凭参赛借输记录 他也是奥运史上最年长的体操选手 1991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 邱索维金娜一跳成名 当年他代表苏联拿下两金一银 也开启了往后25年的体操传奇 每天照三餐严格训练 造就邱索维金娜的好成绩 但他的人生却很不平顺 1993年以前 他代表苏联参赛 苏联解体后 邱索维金娜成为乌兹别克公民 代表乌兹别克出赛三届奥运 2002年 因为儿子罹患白血病 邱索维金娜前往德国科隆求医 为了继续让儿子接受治疗 已经退休的他加入德国国籍辅助 除了继维金娜 代表德国夺下跳马银牌 站在颁奖台上 拿下金铜牌的选手 明显年纪小他一大截 四年前轮了奥运赛后 邱索维金娜曾经说过要退休 但随后又改变心意 今年的里约奥运 可能是这位阿玛吉的体操老将的最后一次 卯足全力替国家也替自己写下历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最后来看就画作也要很有毅力 一个点一个点百万个点点出人的脸 谢谢您收看我明天见 多谢观看 我们想念 好 色彩 差点 我 远